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艺术品 艺术就是等于奢华吗 这个文章 你还记得吗 不是 我其实我的题目叫做奢华不是艺术 奢华不是艺术 OK 奢华不是艺术的就是说 我是针对一个现象 就是在国内 在中国很多已经获得非常大的知名度 而作品的价格非常昂贵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做各展极其的奢华 非常的铺张 简直让人像死 我是觉得 他们干嘛要把一个艺术品的展览做得如此奢华 动不动开幕式 整个算下来动不动上千万的这样的耗费 请各种大咖 甚至专门有个车队 车上还专门有这个展览的名字 就是豪华的酒店等等等等 非常奢华 现场也成为这个达官贵人 说是这个著名长家老板的这个聚会场所 他们都气宇鲜昂 衣着华贵在那里互相攀谜 我们都忘了这个艺术展览本身 我主要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越演越烈的一个趋势 以及由于拍卖的这个频繁的出现 艺术市场本身的刺激 其实在艺术界也流行这么一种潜在的规则 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否合理的画的价格挂钩 比一张画拍卖一千万 我比你更牛 拍卖一千万 他一千三百万 我一千四百万 我一千五百万 一直最近这个已经拍到1.4个亿 值那么多钱吗 我这个话说的也许艺术家们不高兴啊 这种炒作已经远远离开了这个艺术本身的这个价值判断 所以我强调奢华不是艺术 其实 西方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西方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大咖 他们都率先的成立了 以他们命名的艺术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财力雄厚 所以他们通过这种财力 以钱推钱 名声达到空前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安迪沃火 他是有安迪沃火艺术基金会 安迪沃火艺术基金会 不仅成功操作安迪沃火的艺术品的这个涨幅 使他的作品高居于这个可怕的价格之上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查 曾经还有人掌握的一些证据 认为安迪沃火的一些作品的真实性 有疑问的时候 安迪沃火基金会有雄厚的财力 聘请知名的律师跟你打官司 打到最后你发现你不仅打不赢 如果你还不私下了的话 你很可能清大荡产 有啊 有这样的例子 你们看看去 必在所有 必在所有的艺术基金会 所有的这种大的艺术基金会 他们以这样的一个财力 钱对钱一样的 在把这些艺术大咖的这些作品 推到了天文数字的程度 所以今天 艺术市场的垄断化也很严重 垄断化也非常严重 垄断化严重的结果是 年轻艺术家的出来就越发不容易 那么艺术不就等于奢华了 其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你拥有一张作品 它是个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这个作品好不好 或者你喜欢不重要 它是当在不断升职的钞票 对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讨论这个艺术问题呢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所习惯的 或者我们所愿意讨论的 艺术的审美价值 艺术本身的这个精神性 以及它跟人类社会的进步的 一些相关的这种精神属性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呢 就像我曾经在很多年间 在广州认识一个商人 他跟我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真假我不知道 这个神奇的故事讲完 这个商人 我这个朋友 第二年就投了几千万的在艺术市场 迅速的成为一个著名的厂家 这个故事描述的是 他说他有一年去法国 跟一个法国的大老板 做了一个成功的生意 很高兴 大老板也很高兴 请他到他的郊区的别墅去聚会 那自然是好酒好菜 好吃 名人云集 拿着这个珍贵的零酒 酒憨的时候 这个法国的大老板提了一个问题 跟这个中国的商人 请你猜一猜 在我这里什么东西最值钱 这个问题很挑战性 为了商人就开始回答 你的这个沙发 16世纪的 摇头 你的那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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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什么什么什么 城堡摇头 这个地摇头 你的家具摇头 那一张酒摇头 讲了半点讲了不对 那个老板后来 很轻松的对着这个中国商人说 你看看后边那张油画 那墨奈画 圆着 每天都在升职 然后这个中国商人 忽然醒悟到这个重要问题 回来就是投资艺术市场 嗯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当我们这样来跑 这些问题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觉得我们在 研究所谓审美的问题的时候 没有意义吗 而审美的问题 就是来自这个最重要的表述 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康德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关于审美的判断 刚才说 只有 只有 审美的非功利性 才能让审美判断具有价值 也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对于艺术 有心强网制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是因为艺术不应该和物质价值挂钩 它应该是一个 纯审美的 非功利性的一个精神的盘 但是今天的艺术市场 恰恰在推翻这个 对啊 结论 对啊 所以法国的社会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丁恶 才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叫 象征交换 布丁恶 可以说是揭穿了这么一个事实 他也专门讨论到艺术市场的问题 嗯 布丁恶 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象征交换 什么意思呢 布丁恶说 有经济资本家 他们的财富以多少多少钱来核算 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家产 多少多少百亿的美元 是吧 加成华人首富家产多少多少多少百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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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但是 布丁恶说还有象征之人家 他们的财富是用民生来代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布丁恶说的非常清楚 资本主义制度 创造了这样的一种交换方式 就是 就是民生可以交换金钱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站在资本的立场和站在这个这个这个市场的角度 我不得不 另外一部故事 另外一部故事 这个 传统的古典的艺术 就是 学者 古墓里希 才这个 带有批判性的认为 现代艺术 嗯 可以开会为 其实是一场 抗武竞赛 哇 哇哇哇 那么抗武为了什么呢 嗯 当然了 跟你说的是精神家庭 实际上 他背后的资本在其作用 就是 民生 可以 进行交换 那么 民生进行交换 那么 民生越大 就意味着价格越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呃 艺术就变成一种 民生的经济 艺术市场所进行的是一场 交 象征的交换 这样一来 还有什么比艺术品更值钱呢 因为我们都相信 它是 纯审美的 非功利性 也就是说 通俗来说 艺术是无价的 这样艺术是无价的 上千万上亿算什么东西呢 难道你不应该为了 无价的艺术付出个一千万 付出一个亿吗 但是布林俄这样的讲法 那艺术市场 中的人 不乐意接受 因为他揭穿了一个事实 就是象征交换的事实 所以布林俄说得很清楚 有象征资本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些获得巨大名声的艺术家 其实他们不是艺术家 他们叫象征资本家 或者叫象征资本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是以市场的价格来为标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当代艺术 不断地在这个路上驯跑 因为背后是资本的那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才呼吁奢华不等于艺术 虽然我这个呼吁在艺术市场面前 非常非常的软弱无异 但是我仍然想要发作这个事 他这个是一个更大 我认为游戏 用通俄式会有所周知的 麵包 我们来废话 我们来废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